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持续在锁定iPhone04.1 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 由天远文化所赞助播出的福到你家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子荣 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头 同样也来送上好听的音乐 是来自太阳上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珍惜 在音乐之后就来进行书籍导读咯 全生许多精彩愿意 都值得从此好好珍惜 不论是顺活你的轨迹 总看那是种非凡天际 人生苦短你我懂这道理 时时刻刻真的要珍惜 珍惜能长年于天地 珍惜念在幸福的分秒屋里 我愿珍惜那点滴在心里 品味着红尘幻花精彩心 珍惜这暮暮的岁月记忆 珍惜此时此刻的天地里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福到你家的节目 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阶段 带着大家一起来分享导读到的是太阳生的导师出版的著作书籍 幸福跟着来 在这本书籍的六个篇章我们都已经导读完了 如果在这本书籍后面还有读者的回想 那其实也非常的值得跟大家分享 每个人在遭遇到的一些问题困难 到底是如何突破 如何翻转自己的人生 那在书籍之后也有几篇的回想来跟大家分享 像是太阳生的导师就在这个后路的章节当中说到 只要用对方法依照书中的步骤 最会让生命从原来的负面隧道脱离 转换一个光明的隧道 如此一来就得以重生 而这个重生不是别人影响你 是自己选择真心诚意的认同并且实践 那我们就来看看在后面的这几篇的俘虏当中 有哪一些的读者还有学员朋友们的回馈呢 首先呢来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一篇 来自幸福跟着来这本书籍当中的后路 当中的Rita Penza所撰写的这一篇文章 叫做再造之恩 Rita说 在美国时间11月17号 我弟弟从台湾打电话来 说父亲突然进医院 但是父亲进医院的几天前身体状况都很好 这次是因为浅列腺有点肿压到尿道的管子 导致有些发炎的现象造成出血情形才入院就诊 进医院检查了三四天得到的诊断报告状况都很好 父亲每天都和我通电话 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无常即将到来 直到第五天病情突然急转直下 产生恶化 结议里的氧气不断往下掉 而且心跳十分微弱 经过三位医生的诊断 一口同声都只说 父亲可能没有办法度过今天 叫家属要有父亲随时会走的心理准备 甚至叫我弟弟开始准备后事 第二天父亲还是没有醒来 他已经呈现昏迷的状态 我得知此一噩号后非常的震惊 不敢置信 本来是好好的 怎么会突然这样子呢 这晴天霹雳的消息令我不知如何是好 人在美国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能为父亲做些什么呢 难道即将接父亲来美国同住的心愿 就这么碎了吗 我的心如刀割 所以只能在美国甘着急 隔天11月18号下午 因为喊太阳盛的导师约好要录音 我一约前来 导师看我脸色不好 心情沉重 在导师的关怀下 我便将父亲的情形一一向导师报告 导师和我谈了一谈 因为心中五味杂陈 我没多说 只想录音完后赶快回家等消息 当晚 意外地接到弟弟的消息 说父亲不但清醒了 而且想吃东西 三位医生也感到非常神奇 没有见过这种案例 以父亲当时的状况 是绝对不可能有这样子的转机 听弟弟的陈述 父亲醒来的时间点 那天是美国的11月18号晚上 也就是台湾的11月19号的早上 就在导师未免我的当下 父亲竟然奇迹似的活了过来 当我迫不及待地去电像导师报告此一天大的好消息 导师告诉我 因为我所作所为何于天心 因此累积了厚实的德资粮 所以他替父亲做了一些调整 父亲因此才能有如此大的转变 这就是宇宙的奥妙 我当下心中非常的感动 更感激导师对父亲的再造之恩 父亲已经度过了危险期 一周后就出院了 现在在家里恢复的情况非常好 经过此一事件 更加加深了我对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信心 以及感佩导师不可思议的本事 全家人发自内心想对导师说 感恩 感恩 再感恩 认识超级生命密码 以及太阳圣的导师 不仅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礼物 而且还在导师尊尊教导之下 学习许多浩瀚宇宙间的种种奥妙 更接收满满宇宙天地间的爱与祝福 在此我特殊此文 皆以抒发内心的悸动 也以此聊表心中诚挚 无限感恩导师 感恩宇宙天地与万一 我愿珍惜那天地在心里 品味着红尘宇宙天地在心里 珍惜这默默默的岁月 珍惜这默默的岁月净 珍惜这默默的岁月净 珍惜此时此刻的天地里 我愿珍惜那天地在心里 因为这红尘万花精彩 珍惜这五目的岁月远近 珍惜此时此刻的天地里 珍惜这五目的岁月远近 不珍惜此时此刻的天地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本书籍 是由太阳升的导师 所出版著作的幸福跟着来的后路 读者回想的第一篇 来自美国的Rita所撰写的文章 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 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除了会为大家分享导读到 太阳升的导师 所出版著作的书籍之外 也会邀请到了在全世界各地 一同来学习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们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 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为大家邀请到 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 智阳来到节目当中 智阳你好 那想请问智阳当时是在什么样的一个 因缘机会之下认识 然后接触到了超级生命密码 这套的系统的呢 当时候在接触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呢 其实是来自我母亲当时候的接引 而我的母亲呢 当时在生下了我的大哥之后 不幸患上了血癌 大脖子病 长短脚 当时候母亲才23岁 却因为一场大病呢 瘦了接近30公斤 每天必须要服用霸力类固存 来让自己恢复 母亲当时候呢 因为有人的接引 在一场爱与感恩的 惊喜分享会进入超码 配合着医疗的治疗 病情得到的控制 越来越好 在高中的时候呢 因为当时候自己选的是理科 而理科是要以科学为主 凡事呢 都要是有凭有据 那当时候治疗在高中时候的成绩呢 都是在班上前五 治疗当时候呢 除了吃饭睡觉 那就是在读书 当时候呢 我的母亲呢 就一直推荐治疗的 一定要看这本 超级生命密码 那时候呢 因为看到这本书之后呢 治疗心就觉得 自己的书呢 都已经看不完了 写不考 所以也没有很用心的 就看这本书 而直到高三那个时候呢 因为和我的一个最重要的朋友吵架 而且吵得很凶 所以当时候呢 我就问我的母亲 为什么会这样 那我要怎样子去挽回这段友谊 而母亲当时候呢 就点出了我是一个 我只很重的人 意思就是说 我比较自我 比较自私 所以母亲当时候就鼓励 治疗要好好的再次看这本书 去修正自己 当时候就觉得 怎么可能一本书就可以改变了我的个性 那因为真的很想要挽回这段友谊 所以盯着头鼻 就把这本书再次看完 那看完之后呢 我运用导师在书中的方法 开始学习 我居然有了改变自己的方向 而当时 我和我的朋友呢 就在一个月之后 就和好了 那这就是我进来抄马的一个奇迹 哇 其实治疗呢 很早就开始接触到了 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 那自己呢 因为也是理工人嘛 所以呢 就做了科学的实证 没想到呢 运用了抄马 然后呢 落实在生活当中 真的也改善了自己 不管是跟朋友之间的一个关系 或者是让自己呢 也有所提升 那在读完书籍 然后做完了这样子一个科学实证之后 那治疗是不是也透过了其他 包含来像是来参加活动啊 来一一的去做练习 那治疗还有记得 当时第一次参加的活动场次 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 有什么样的学习心得吗 那当时候 治疗还记得 就是治疗第一次参加 抄马的大型活动呢 是2021年的 圆满爱 邀你幸福 当时候治疗在听着呢 音乐会的时候 还记得自己听着听着呢 就开始睡着了 但是身体呢 却觉得很舒服 那到了第二天的这个 实作实修课程上呢 早上的理论课呢 自然也是不小心睡着了 但醒来的时候呢 真的觉得整个人呢 就是很烫 很烧 然后整个人又很舒服 那种舒服呢 是治疗从来没有体验过的那种感觉 然后感觉自己整个人呢 就是很轻松 然后很开心 虽然说第一次的这个收获呢 没有那么多 但是在之后的课程 也获益了很多 在自己第一次来体验了超码的相关的活动 还有学习之后 其实呢 也希望呢 可以更加的深刻的 落实超码在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嘛 所以呢 治疗在后续 哇 应该也经历了非常多不同的一些课程啊 或者是呢 如法实修 让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来练习超码 那治疗会不会觉得说 哇 在自己学习到现在 其实呢 落实超码在生活当中 自己的改变真的非常的多呢 对啊 真的是改变的超级多 而且我觉得 自己现在呢 真的是因为有了超码 让自己呢 可以丰收再丰收 当时候呢 治疗在高中时候呢 就是当上成绩 大概是在前五名了 然后高中的时候 真的是很拼 真的是一直在读书的那一种 那对于我们这种很拼的人 从来都不相信呢 考试呢 是有一些运气的成分存在的 比如我房间很常说呢 七分靠实力 三分靠幸运 而原本一项靠努力的 我也从来就不相信运气和幸运 但就是现如今呢 在超级生命码学习的之后呢 才知道呢 真的考试呢 还真的是需要靠一点运气的成分存在 而当时候 治疗呢 就是在考我们马来西亚的 最高的那个检订考试的时候 治疗不小心 就是不幸的在前三天呢 染上了这个新冠肺炎 COVID-19 当时候呢 母亲就和治疗说 治疗你要练习在超码中的 这个呼吸法 然后练个三次 最好是赶快去练 然后也不要去拖 没有想到的就是 在三天之后 竟然就真的完全的康复了 而且还可以顺利的去考试 虽然说就是这次的考试呢 是考得没有很好 但是呢 很感恩这个天地的这个小安排 治疗当时候在考试前呢 就先有用以学校的名义 去申请击锁台湾的大学 然后当时候 治疗是申请了 四间台湾的国立大学 分别是台大 台师大 还有成功大学 还有中信大学 而当时候呢 治疗在申请这四间大学的时候呢 是把这个目标呢 放向台师大 因为治疗觉得说台大呢 就是也没有那么高的 那个几率会中 所以就想说 就是有申请 但是就没有想说要台大有很大的一个期望 然后结果呢 就是出来的时候呢 治疗呢 就真的很意外 也很惊讶 竟然是师大和成大没有录取 然后台大跟中信呢 竟然被录取了 所以最后呢 经过了这个选择 还有和母亲父母们的讨论之后呢 就治疗就上了这个台大的化学系 所以哦 真的现在理想起来 真的觉得非常的惊讶 因为真的考试呢 真的是有这一份运气在的 而这个运气呢 很多时候呢 它真的就会让我们呢 从来以前都不会拿到 就不小心就降落在我们面前 然后让我们呢 就是觉得很不可思议 那来到台湾之后呢 我也发现了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那在一般情况下呢 男生呢 在国高中呢 就已经发育完成了 但我来到台湾之后 我竟然在短短的五个月内 长高了四公分 平均算下来的就是 每一个月呢 竟然长高了 0.8公分 然后我来到台湾的衣服 也换了两轮 就是因为我的裤子呢 它原本是遮住我的角落 然后到现在呢 就变成了气风裤 然后我就很好奇想说 为什么我可以长得那么快 因为我在高山的那个时候呢 几乎是没有长高的 因为我在台湾的这段期间 我很喜欢来天元的教室 然后教室外面呢 有小卖铺 然后他们的餐点也很好吃 尤其是关东组合 美味的便当 然后每次呢 在和柜台姐姐聊天的时候 他们都会和我说 我们的食物呢 都很有能量哦 你可以吃吃看 当时候呢 滋养也没有想太多 吃了之后啊 生活作息还是一样 每天还是读书 读到凌晨 没有什么变化 但唯一的变化呢 就是我每天 每周呢 一定会有固定的时间 到这个天元的小铺 去买天元的美食 竟然就真的没有想到 我在吃了之后 真的是升高了 竟然就 噗蹭噗蹭的 一直往上跳 然后竟然就在 短短的五个月内呢 就长高了这个四公分 那长高了这个四公分 真的是自然没有 意想到的收获 原来能量的提升 真的让我们呢 就是可以拿到我们 原本都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东西呢 它都会让我们呢 就是一幕一幕的在我们面前呢 让我们可以拿到 让我们可以得到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东西 哇 智阳呢 真的透过了 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 真的不管是在我们课业啊 甚至是在运气上面 都有加成之外 在自己的身体能量上面 其实也看到了 很明显的一个成长 那我想呢 在智阳未来 在学习的路上 一定会有更多更多的礼物和收获的 那访问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 智阳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学习心得 也想要跟我们所有的 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呢 好 那智阳最后呢 就在此祝福大家呢 我们在超马中呢 越续越好 我们一起加油 一起进步 一起踏上属于我们的黄金旅程 而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为大家邀请到 这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 20岁的智阳来到节目当中 感恩智阳 感恩子蓉姐 谢谢大家 再次感恩智阳的分享 虽然说呢 智阳年纪轻轻 不过呢 学习超马的这几年时间 真的都非常的认真 努力哦 那现在呢 也在台湾读书 那在我们录音的时刻呢 智阳还特别来到了台北的客室 这边来访问哦 说这边呢 可能环境啊 收音比较好 非常非常的贴心哦 那我想呢 智阳在未来一定呢 也有非常多的礼物等着他 那也希望大家呢 有机会 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跟智阳一样 来透过了各种方式 来认识 学习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了哦 而紧接着再来听到好听的音乐作品吧 从而这首是来自太阳声的导师 所作词作曲的 《明白自在》 在音乐之后 稍微的休息一下 在待会儿的节目当中呢 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 就会邀请到了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声的导师 来到节目当中 为大家做主题的提点咯 休息一下 听个歌曲 待会儿继续再回到 辅导你家的节目当中 水梦醒来感到自在 天天的上桌 清醒着明白 天单间真心 自在明白 这一生中 要明白 自在见 生的一千载 心灵城灌溉 保持在 自在明白 吉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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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光同春 相燃城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 富足人生千百百问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 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 福到你家的节目 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三个阶段 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来跟大家谈谈了事实这件事情 常常我们都知道 事实胜于雄辩 但是有的时候 如果这些的事实 是发生在自己身上 但是又跟自己的一个想法 有所冲突的时候 大家是会选择接受吗 还是有一番的争论呢 其实我觉得 要接受事实这件事情 常常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是非常难改变的一件事 不管是在工作上面出了错 或者在家庭当中的一些摩擦 甚至是在自己的个性上面的调整 到底这些的事实要如何去接受 如何去做一些好好的改变呢 在今天节目当中 再度邀请到 就是全球超级生 明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生的导师聊节目当中 导师好 你好 记者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真的在我们的人世间 有很多的事情就是事实 常常这些事实是很难改变的 但是有的时候 跟我们自己的想法 有所冲突的时候 我们就会开始来质疑别人 我们常常都是先对外质疑 而不是对内自己来思考 很多的时候 就会变成了一个冲突的来源 到底是生是假 谁是对是错 今有的时候 真的一时说不清也到时 所以经常 我们说 是时间 可以来证明一切的对与错 在当时当然 你很难判别 对错间究竟谁 是正确的那一方 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再回来看 其实就很容易看到 当时 谁口摸横飞 谁抑郑延迟 但是经过时间的洗礼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就会看得非常清楚 那有的时候 你没有靠时间的一段沉淀 有些事情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说不清楚 讲不明白 但是重要的就是 还是得付诸于 时间的这一个重要的部分 才可以真相打败 是这样 但是有的时候 有些人就非常的固执 或者是我值非常的重 就觉得说 自己相信的事情 看到的事情 就是真理 就是事实 所以可能 其他人来告诉你 这个事实的真相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觉得说 是不是别人在嘲笑你 或者是在质疑你等等的 然后就开始 大声的跟人家争执争吵 但是没有想到了 他可能只是针对 这个事件的本身 来进行讨论 有的时候呢 自己的这个我值太重 好像也是让我们 偶尔会看不清 现实的一个可能性 现在的人好像 自我的这个分量 比较重 所以绝大多数 有人提出 怎么样的一个建言 或者是不同的看法 经常你会看到 很多人就是 自持己见 很难跟人家沟通 是对是错 当时可能各说各话 但是一段时间之后 再来看就看得很清楚 那是不是要来面对现实 当下就能给自己一个答案 是往左边走 还是往右边走 这种抉择 我想人生也没有太多时间 勇于浪费 那么能够早一点看到对的路 往对的方向前行 毕竟不会再绕一大圈回来 又是前功尽弃 又是这些际遇 不是原先自己可以预期到的 所以我想这一切 取舍之间还是智慧了 当你智慧很通达的时候 想得很清楚的时候 哪怕自己都有点难为情 但是能够给自己一个机会 改变自己的错误 那也许就是好事一件 那毕竟现在不改变 总有一个时间要当下的错误 而时间拖得越久 要去改变这个错误可能越难 所以这些还是取决于我们的智慧 真的我觉得要如何去判断 这个别人跟你说的事情 是好意还是恶意 其实有的时候真的 就像导师所说的 智慧真的非常的重要 但是很多人就为了 不管是自己的一个好胜心 或者是想要来掩饰自己 其实有的时候 真的就会像刺猬一样 就是什么事情都排除在外 不管是别人跟你讲的建议 或者是有的时候连来鼓励你 或者是来赞美你 有的时候你就觉得 别人是不是有所意图呢 这样子好像会让我们 越来越没有办法来趋近现实 这个状况好像 不管是在伤害别人之外 其实也是在伤害自己 有的时候不能接受事实的人 其实有的时候 是不是内心是比较空虚寂寞 或者是比较害怕 才会出现这种非常强烈的排斥心态呢 我这边提到说 是不是空虚寂寞害怕 其实现在的人 他没有办法立刻接受别人的指正 建言还是依然过自持己见呢 有的时候不见得是只有单纯的这几项理由 那有的时候他想呼隆过去 也是一种方法 对吧 有的时候他觉得当下 他没有那么多的筒码或本钱 来面对这样子的一个事实 如果立刻承认了 那他可能就会崩溃 所以他就会极尽所能的 来武装自己 来跟别人反驳 有很多很多的可能 都会导致现在 一般人他不容易 看到自己的错误 马上承认更正 这跟我们传统的道德教育 也有点关联 因为现在的人 现在的人在道德教育上面 相对来讲是非常非常薄弱 哪怕他见着你的面 就这么眼睁睁的骗着你 他还气定神闲的 好像没事 像这样子的人 现在也是大人在 所以当各种 以前的标准值慢慢退却 当世人没有一个新的依归的时候 其实子龙讲这些问题 我想是在红尘中 见怪不怪 以前是很少人 对错的事情进行无限的辩驳 现在是左边也是 右边也是 到处都是的时候 那不辩驳的 你反而觉得他奇怪了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变成一个 社会的价值 有所错乱 所以导致老一代的 带新一代的 传承的很优 很清楚的一个逻辑 所以新一代的 下面再新一代的 那就更模糊了 再加上现在教育的一些改革方面 也不知道是朝哪一方面改 所以很多新兴学者 在现在来讲 就是好的不学 就是这些不好的 到处辩驳 到处不承认事实 到处歪曲事实的这些 学活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把这个年龄层越吹越小 所以我想这整个社会 如果还没有意识到 这是一个社会世界的问题 终究大家都会被这些问题麻烦到 因为事情它真理只有一个 但是如果大家都是谎话满嘴的 然后见过怪不怪的 你就会停顿对的事情去做 当这边也是这样 那边也是这样的时候 整个社会的进步 世界各方面的一个推动 就会受到影响 是这样子 就像导师所说的 其实很多的时候 这个本质真理 就一直在那边 但是不管是 在我们的言行举止 或者是我们在最基础的 这个教育上面 好像跟早期 真的就是很大的落差和不同 像是导师也常常来在 不管是节目当中 或者是在很多的课程当中 都跟大家提到了 要常常来阅读 蔡里旭老师的弟子规 相关的一些解释 其实这个弟子规 我们很多时候 小时候都会背 但是有没有了解 其中的真理呢 其实有的时候 在现在反复看了 蔡里旭老师的弟子规 的这些解释和解读之后 发现真的 好像常常跟我们 现在世界上面 或者是世道上面的 各种不同的想法 思考 或者是这个最基本的 本质和礼 就是有所出入的 是不是很多的时候 我们已经背弃了 这个我们早期的 一些传统 或者是我们这样子 一个优良的美德 所以常常日以 让我们没有办法 来看清现实 和接纳现实呢 所以这个 过去啊 金空老法师啊 他就说啊 这个乱啊 已经不是一代了 已经乱了 至少三代以上了 那么 这些好的传承呢 也渐渐流失了 那么 十年前 二十年前 大家还在讲 地址规的时候呢 其实大家的心态 是觉得这么好的东西 应该好好学 但是这十年呢 尤其这五年 科技的演进啊 各方面的发达 我发现这五年的 这些传统观念 其实 瞬间变得非常薄弱 那么在人的意识田里面 他不认为 这个过去讲的对的 就在他的事业里面 也是一定对 尤其现在 三四亿的盛行呢 这个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以前呢 人和人之间的荒唐呢 还比较难传递 现在这个手机 这些现在很多的 网路的怎么样的 一些盛行 都是在传一些 跟过去一些标准值 在对抗 在较劲的一些事实 所以我在想 这一代的年轻人呢 他可能已经有点 难以遵循 对错之间 当看到自己错误的时候 是不是赶紧的 能够改过自新 或者是做调整 来少一点自己的 这个损失未来 但是社会风气 如果他就没有 像以前那样子 有错必改 这种最基本的教育 在自己的内心深处的时候 那他所看到的 所学到的 都是一些错误的表现 但是正在社会上 正常的发展中 这个就会将来 对错不分的 导致这个社会习气 越来越恶劣 那最后害到谁呢 还是害到自己 因为当一个社会 哪怕是世界 没有一个对错的 一个很明显的 一个答案的时候 那么今天我们对的事 对的人 他有没有在讲着 这样一般的道理 那就看我们的运气了 我们也许跟别人不讲道理 过了一件事情 我们自己OK 但是我们自己在遇到 另外一件事情 别人不跟我们讲道理 我们是成为受害者的时候 那我们又如何去给自己找一些 投诉的管道 或者是一个社会的标准值 来帮忙界定自己对或错 所以这是令人忧心的 也就是说 是不是错 现在已经变成 只要他喜欢 错的可以说对的 对的可以说错的 那么社会 并不见得 这些长辈 大人 他们有去矫正 这样子大家的一个错误的行为 反而是大家千怪不怪的 也就是似是而非的 乱说一通的这种风气 已经蔓延到全世界 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 世界的一个累进 等于是有点像共业的一种 自己的成就 这个不是正面成就 是一个负面的成就 但是这个东西 我想没有意识到 后面的可怕 最后就会变成 在一个社会的区间里 世界的领域里 大家也都在 各说各话的 讲着对与错 所以将来对错之间的分野 也许需要我们有更高的智慧 来评断也好 来推动也好 来当时对某件事情的 这个价值也好 这些都是我们要面对的现实 是这样子 哇这样听起来呢 这个对和错之间的一个分别 分野呢 会越来越混淆 真的要靠大家的智慧 还有我们的判断能力 来去做因应了 在面对了各项不同的 不管是别人的建议 或者是我们看到的 这个事实上面 要如何去判断说 这个到底是真是假 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 对我们自己是好的呢 但是讲到了 就是刚才说到 但是讲到了就是呢 如果有些人 就是比较没有办法 接受现实的人 可能好啦 就是一直听到别人 来跟你纠正来改正 之后呢 好像只能勉强的来 接受这样子一个现实 但是好像只是很勉强的 但是我们自己可能在观念啊 或者是在我们的一个 内心的本质上面 也是有点排斥 不相信这件事情 但是表面的勉强接受 有的时候呢 其实别人应该也是看得出来 而且在做出来这些反应 应该也是非常的勉强的 很多人呢 就是勉强的去改变 但是好像也没有办法 真正的透彻去了解 这样其实也是一件 蛮可惜的事情耶 总统这边提到 勉强的改变呢 其实就是浪费 自己的人生时间 经历 为什么呢 当你勉强的改变的时候 你可能是基于某项理由原因 不得不改变 但是自己 心不甘情不愿的 没有想通的 暂时改变 代表着 他原先的惯性 还没有破除 所以当他自己 还没有想通的时候呢 这惯性它依旧存在 哪怕是这一次呢 他做了调整之后 但是下一次 他还是随着 他原先的这种惯性 错误的还是错误 问题的还是问题 那对于自己来讲 错误问题的产生 对自己的进步 就是会有阻碍 但是因为自己的 认知的问题 导致可能后面 有让自己走得更辛苦 浪费的时间更多 或者是人生 一直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向 他在里面的一个 真实意的一个答案是什么 我想这个 现在一般的人 他没有了解 没有一劳永逸的 找到解决的方针 其实后面要付出 更多的代价 来解决问题 但是这些的成本值 一般现在的年轻人 他也不会想这么多 那么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整个社会的进步 也许科技进步了 但是道德文化退步 那么每个人的心态 心志 心中所期待的东西 也都不跟以前一样了 所以这些东西 它就会随着时间的累进 而渐渐在我们的 这个社会里面 有点变质 一些变化 那最后我们人 可不可以来面对 这些的改变 产生后遗症 不管是对于我们自己 还对于我们的子孙 到时候是不是真的 能够勇于接受 欣然接受 这也是见仁见智 所以现在有的时候 哪怕是成人 他都认为得过且过 能够今天轻松过 明天是在说 那这些东西 一个人是这样子 如果是一群人是这样子 那就相当可怕 所以子孙今天提到这个问题 所以讲一讲去 还是人类的抉择吧 如果大家是有样学样 坏事都共振下 更多的发生 密度更广的时候 我想这个的确是 一个人类的一个包袱 是这样子 没错 就像导师所说的 如何呢 在面对到了这样子一个现实 或者是这个真实的事情的时候 可以面对这些的改变 然后欣然接受 并而从中来做出调整 来因应这样子一个事情的发展 真的非常的重要 不过呢 到底我们要如何去接受 这件事情 然后呢 真的内化成为了自己的一个改变能量 往好的方向来迈进呢 休息一下了 我们先来听个歌曲 来送上这首 是来自太阳生的导师 所作词作曲的歌曲 叫做感恩星空 在音乐之后 稍微的休息一下 待会继续再回到了 福到你家的节目 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 持续再邀请到了太阳生的导师 在节目当中 为大家做主题的提点 休息一下听个音乐 待会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咯 每当仰望天空 总会很感动 烙印在心中 因此会动容感恩心痛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盼望和天地与共 成就无数赞同 那幅美丽天空 好心动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Σ savior chains çocuk 推草印在心中 isions miser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愿意的泪动 千万年刻度 我终于痛 变恩怨终 我总爱星空 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 中午十一点钟到十二点钟的 福到你家的节目 进行我们今天的 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 今天持续来做主题当中的一个讨论 在今天节目当中 持续邀请到 这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生的导师聊节目当中 为大家做提点 导师好 今天来跟大家谈论到的这个主题 就是来面对现实 接受现实 刚才上个阶段讲到了 有些人我值非常的重 就不愿意去面对 不愿意去接受这些 不管是其他人来做出的这些指证 或者是来接受这些现实上面的一些洗礼 但是有一些的事实真的就是现实 没有办法来调整 尤其是在我们生活当中 常常遇到了很多的一些难关 尤其像是自己的一个生病 或者是生老病死 这些不能改变的事实 但是有的时候 可能我们一遇到了 就会大受挫折 大受打击 没有办法来去面对去接受 所以就开始一蹶不振 然后往下沉沦 尤其是面对到了 不管是自己家人 遇到那种很伤心的 这种重大伤病的事情 或者是家人离世的这些事实 常常我们都是一蹶不振 没有办法来去接受这样子一个事实 到底我们要用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来调整 或者是来面对 甚至是来改变我们自己的处境呢 导师 其实在人面对这种特别的时候 你要拔出来 改变他的这个里面的气场磁场 其实是很难的 因为在当时 因为这个主题 对于当事者 他的影响很深 所以并不是三言两语 他就很容易能够立出一条 把自己各方面的情绪 或者想法能够带到一个好的正途 但是有的时候 就说在平时我们可以自我的一些训练 就是什么事情我们都是实事求是的 如果在这一刻我们不做改变 像刚刚梓鸿说有些人会颓废或怎么样 就是在继续的持着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后面是不是会为我们带来加分 还是这些东西 他就不会让我们能够看到自己明天会比今天好 那自己是想通还是选择 那自己还是要看着明天要过什么样的日子 那往往就是在那个当下的时候 他特别的可能某种的能量的低 那这种动力的不足 所以他就可能困在一个地方 也没有想到要改变 但是如果在各个时候 我们随时的渺渺做的人生中 生命里的这个GPS的定位 他就要来看自己 是不是真的有给他做一种可能性的提升 或者是问自己在当下 无数个明天还要跟今天一样 那么现实面能够调动起来的话 比较容易会有可能性的改变 那当然这里面跟智慧有关系 思维逻辑各方面都有关系 那这些如果平时就可以把很多 想清楚弄明白思绪 他不会混在一起的这种功夫 都可以把它成熟到的话 当然了就是等到现实面的洗礼的时候 他比较容易 有他的不同的想法 做法 看法 但是如果平时没有这样子训练的时候 事情突然的洗礼的时候 很多人他是措手不及 而且他是没有办法在理智方 更加的加分 过往都是在一种情绪化的一种沉沦里 去找着他想要找的某种感觉 所以有的时候就一线线很深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鼓励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随时要注意自己能量的起伏 也要看看自己怎么样把自己的能量 瞬间能够 jump起来 我想这个都是蛮重要的一个练习 而在超越商品牌系统里面 有诸多的方法都可以帮助我们 在各个时候来看着自己能量的升或降 也有很多的方法来给自己填补更多的正能量 所以我想未雨绸缪很重要 随时随地先做好自己可以平常的一些准备 一些功底 我想这些东西对于自己有种比没有好 是这样子 没错 就像我突然想到了 其实在世界上面也有很多这些名人或者是伟人 也是在遇到了重大挫折之后 反而也是创造出来了可能有另外一波的巅峰 像是音乐家贝多芬 也是在耳朵没有办法听到之后 在这个他非常封闭的时间 没想到也做出了很多首的一个世界名曲 其实在这种不管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之后 要如何去做调整 而且要做心态上面的好好的拿捏 其实真的也是要看每个人不同的一些思维逻辑 其实有的时候好像这样听起来 接受事实并不是一个消极的一个选择 如果我们真的接受了 而且打从心里开始做出一些转变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积极出发的开始 像是导师也刚才讲到了 其实在我们的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当中 就是给大家一套非常正面 而且积极有能量的这样子一个逻辑 思考的一个方向 让大家可以把它运用在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 不管是我们在平常的时候 遇到了开心的事情 难过的事情 生气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可以用这一套的方法来去做调整 让我们的内心还有我们的思维真正的来做改变 不管是我们遇到了开心的事情 不开心的事情 其实我们都可以接受这样子一个事实 而且更积极的来去做出一些的行为和行动 其实透过了超码的系统真的可以在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 都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改善和调整的空间 的确我们在不同的地区国家 那么不同的年龄层 很多的人都已经做过实验 过去他们也想改变在某一个时期 他们怎么样的一个不顺心不得志 或者怎么样的一种情绪的反应 很多人想改变但改变不了 接触到超级生命码系统之后 毅然决然在不自觉中就改变 那么这里面的差别其实有的时候 就是一个能量的问题 当他没有斩击到一定的正能量的比例 你要他做改变 他会有很多的理由 或者是他看到了很多的障碍 但是当能量 正能量给他提升的时候 达到一定好的比例的时候 他就会自然而然的想得通 或者是做任何事情都很明白 当下他究竟在做什么 所以也就在这样子的一种耳濡目染 好事连连的情况下 一点一滴的就转变了自己 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 那么多人 因为超级生命码就改变了过去 对错之间的抉择 但是走不出来的这种窘境 进入到超级生命码之后 就发现人生可以变得不一样 而且过去不是没有用方法 是所有方法都用尽了 还是没有办法 那么我想这些人 还是不是不知道 一事吓一跳 所以我经常说 鼓励所有的朋友们来做实验 真的可以让我们在对错之间 找到一个正途 能够以此为依据 向前大步迈进 或者是在人生中 是不是有很多的 本来我们就可以老早 得到好的结果 或者好的日子 那么因为自己没有改变 或者错误 一直缠在自己身上 而困顿了 我们本来应该有的 亮丽的前途 我想这个呢 如果能够早一点来做实验 早一点看到结果 我们就早一点能够接受 我们本来应该 精彩亮丽的人生 我想这个对大家来讲 都是比较公平的 没错 要如何呢 让自己呢 更迈向了希望 更迈向了积极的道路 有的时候呢 用对方法找对方 是真的非常的重要 也欢迎大家咯 如果想要来更加的认识 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 除了可以听到 我们的广播节目 福到你家之外 也欢迎大家可以上网搜寻 找到我们的官方网站 还有脸书粉丝团 另外还有手机的APP 在当中都会有 很多的课程信息 最新的活动消息 还有很多好听的 正能量的音乐歌曲 除此之外呢 就像导师所说的 其实在我们在世界各地呢 都会有着 超级生命密码的 圆满人生精英会的课程 在这个精英会当中 我们会一起来分享 导读太阳升的导师 所出版的著作书籍 另外还有读者 学员们彼此分享 讨论的时间 不过呢 因为在全世界各地 各个不同的城市 精英会的时间 都大不相同 也欢迎大家可以 透过了官方网站 脸书粉丝团 来找到了最适合 我们自己参加的 精英会时间 还有地点了 有或者大家对于精英会 或者是我们的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还有任何想要 直接询问的部分 也欢迎大家可以 先把我们的台北服务电话 抄写起来 在我们的一般上班时间 拨打电话 来询问相关的事情了 我们的台北电话是 02-5599-5439 台北的电话是 02-5599-5439 就邀请大家 一起来做学习 在我们的思维逻辑上面 来做出调整 让我们能在面对到 这些的事实的时候 不是呢 消极的去做面对 也不是绝望的去做接受 而是呢 可以找到了更多 正面积极 还有乐观的一个方法 让我们自己 可以往前迈进 和调整了 所以呢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再度的感恩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精神导师 太阳生的导师 来到节目当中 为大家做提点 感恩导师 谢谢梓荣 谢谢大家 再次的感恩 太阳生的导师 在节目当中 为大家所做的提点 还有建言 也欢迎大家 可以把我们这个节目 扶到你家 分享给身旁 所有的朋友们 一起来学习 一起来成长 除了每周六的 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 会在FM04.1 震生台北条平台的 节目播出之外 也会在Podcast 播客的平台当中上架 也欢迎大家呢 可以在各大的 Podcast平台搜寻 扶到你家 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 也欢迎大家呢 帮我们的节目 分享出去咯 而在今天的节目 最后一首 好听的音乐作品 来送上的 同样也是 来自太阳生的导师 所作词作曲的 好听音乐 叫做我的太阳 而今天的节目 就到此告一段落咯 希望大家会喜欢 今天在节目当中的 分享内容 我们在下周六 同一时间 同一频道 FM04.1 空中再会咯 拜拜 至爱着我的太阳 赐予了真力量 生命从此好光亮 让爱回到身旁 而是那心愿 被醒望 年少的盼望 年少的盼望 能飞翔 能飞翔 尽上的向往 不迷茫 神明的游战 神明的游战 年少的游战 展现曾经的梦想 云爱重生 随光既阵放 年少的游战 感恩有太阳 伴我笑 陪我养 神明的游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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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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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手的星光 又方向 展现曾经的那些 只爱着我的太阳 赐予了真力量 生命从此好光亮 让爱回到身旁 而是那心愿被兴亡 年少的盼望能飞翔 天生的向往不迷茫 生命的课题牵几下 人生的希望有方向 展现曾经的梦想 隐爱冲响 随光气绽放 赶紧有太阳 伴我想陪我养 今生的向往不迷茫 生命的课题牵几下 人生的希望有方向 展现曾经的梦想 曾经的梦想 今生的向往不迷茫 今生的梦想 生命的课题牵几下 人生的希望有方向 展现曾经的梦想 展现曾经的梦想 今生的梦想 隐爱冲响 随光气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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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有太阳 伴我想陪我养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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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